嗨 薯片小姐 我的戏份刚刚杀青 刚才在吃薯片 突然就想到你了 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有男生把你比喻成吃的 一定是认为你很可爱 当然了 你不相信我吗 不要因为我的外表 忽视我的才华 对了 夏星怎么样了 太好了 我也很想去看他 本来电视剧杀青之后 我就有时间过来的 但是新专辑发布会的日期提前了 所以这段时间我正在闭关 筹备新专辑 嗯嗯 帮我跟他说声抱歉 然后告诉他 我是不会食言的 哦 还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 为了鼓励夏星 我给他创作了一首歌曲 不过 心里七上八下的 不知道怎么样 你可以作为我的第一个听众吗 太好了 我一会儿把录好的demo发给你 多多提出意见哦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的 真的吗 期待你听完之后还能这么想 书片小姐 谢谢你 总是给我带来力量 期待你听完之后的反馈哦 OK 那个 我就是 我觉得我还要 其实还要 我跟往 我和大家 优优独难 瞬难